每一个在感情上受过伤的女人 对待第二次婚姻上都是非常小心的 害怕会重蹈覆辙 他们的年龄也耗不起 他们希望自己二婚能够找到一个 对自己从业而中地老天荒的人 他们幻想着能找一个比前夫好一万倍的男人 可是再婚真的会比头婚幸福吗 真的能够如他所愿吗 在他现在所选择的婚姻生活中 对于女人来说 二婚是人生重新洗牌 自然有人幸福 有人痛苦 二婚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同学小美 小美是我老家的一个朋友 她离婚了 可是外界的风言风语几乎让她崩溃 闲言顺语扑面而来 有的说女人离婚就乘二手车了 越早越不如 也有一些人不知道情况 说小美外面有头绪了 太不正经了 多大了还离婚不嫌丢人啊 旁边叙叙叨叨的说小美太不正经了 有的人甚至上升道 人更侮辱 不知道自己紧七几两 满脸折着 还闹腾着啥 小美太狠心了 看了孩子的面上 就不要离婚了 再找一个还不如前夫的 后悔一生 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嘈杂声 让小美觉得自己没有尊严 让她重新选择 她宁愿不离婚 同学小鱼 其实小鱼和她老公主要是小鱼的原因 因为她老公是企业高管 人长得又帅 这让小鱼很不放心 甚至于一有风言风语 小鱼就像审犯人一样 回家自问老公 老公的手机 钱包 电脑 无一幸免 甚至半夜三更去老公的车上寻找诸师马迹 她老公哪里受得了 终于在小鱼的高压政策下 和她公司的一个离婚女士好上了 有时候不怪她老公 是为婚姻里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么多疑的女人 后来就离婚了 在第二段婚姻 小鱼几乎变了一个人 离婚对她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她信任老公的任何私人用品 她碰都不碰 尊重对方的隐私 她后来自己说 任何婚姻都需要经营 莫要想着二婚只不过是重新开始 到头来还是需要经营 世界上本就没有互相融合的两个人 与其这样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所以女人们不要觉得二婚就是解脱 其实只是另一段磨合的开始 同时小方 小方说她和谢任的老公 常常因为孩子的事 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训起来常常都不在逗号的 这会让小方很不满 护起自己的孩子来 他们之间的摩擦开始变得多 双方护起孩子来都不是吃素的 男人女人都为自己的孩子谋划 小方都在想自己是不是压根 当初不该离婚 二婚夫妻没有感情基础 男人女人保持之前的秉性 两个人感情至始至终 都不可能有投婚交心 由此可见 二婚夫妻过的并不是顺风碎水的 所以想离婚的男女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现在的另一半讨厌 离了之后找别人去 可能还不如现在的周围